一整片粉红花海 美景探为观止 日本樱花季即将到来 把握日元甜甜价 飞出去玩的人可不少 虽然日本人行 17年来首次升息 终结负利率时代 但19号宣布至今 日元对美元汇率不涨反跌 从149日元一路扁破 151日元大关 专家分析三大原因 三月初市场早已开始 反映升息消息 因此现在已经利多出境 美国日本利差人超过5% 差距还是太大 加上日元能避险 市场氛围火热 如果日股不跌 日元很难反升 日元的话近期应该都还是会在 147到152的价位之间做整理 日元对台币的话 如果想要再回到 0.21以下的这个 30年来低价的一个甜点价 似乎也不容易了 因为既然它已经脱离 福利率的话 当然日元的话相对是 未来是比较易生蓝点的 虽然日元短期仍难以摆脱弱势格局 不过长期来看 美国即将降息 日本央行升息也还没止步 日元转强是迟早的事 欢迎新闻客观传室 白云飞台北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新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新闻